Tens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China have again erupted over Chinese claims o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Philippines have accused Chinese Coast Guard vessels of firing water cannons and boats that were delivering supplies to the Filipino military personnel in South China Sea 日前菲律賓两艘补给船在南海遭到中共海警拦截 还发射水炮进行攻击 导致补给船只能中断任务返回港口 虽然无人伤亡 但菲律賓仍爱交上的军舰也因此无法接受补给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发出声明 指责中共这一行为直接威胁区域安全稳定 升级区域紧张 违反国际法保障的南海航行自由 破坏手法的国际秩序 声明中强调在南海对菲律賓公共船只的武装攻击 将触发美国根据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 作出的共同防御承诺 中共除了在南海攻击菲律宾船只 在台海旅旅以军机扰台 日前还与俄罗斯侵犯南韩防空识别区 军舰闯入日本对马海峡 中共频频张牙舞爪破坏区域安全的各种行动 已经引起国际的关注与反弹 新唐人亚太电视江紫阳编译 以上有一点次